健保署12月29公布 去年盈余最高的十所医院 大型医院占大多数 引发南投县医师拱回不满 这个问题也凸显 城乡医疗差距庞大 实际询问民众 对于偏向医疗的感受 明明假的健保费相差不多 但民众表示医疗资源 还是比都会去落后 也希望政府投入更多资源 太多了 因为我们还要顾健保 所以比较普通感冒 现在严重一点 我们都到大医院去 我们原乡 一样是缴健保费 为什么差别那么多 大医院中期站的医院 可不可以调到我们 这个原乡的地方 一个好的医生 好的一些医学材料 或是医学器材 才能够移到我们原乡这边 健保资源分配失衡 健保署回应 目前偏向医疗 已经有提供许多额外保障 并不是只针对读回去医院 政府方面也积极帮助医院经营 目前对于偏向 比如说要偏远地区的医院 假如说人家是打折 比如说点值是0.95的话 事实上我们已经有给他 有些部分已经都给他保障 没点医院 那甚至有些支付标准 对于偏向 比如说他就紧急医疗的 偏远地区 他如果是急诊的话 我们他可以加三成 另外卫生所医师表示 健保资源分配原本就很难均衡 但他提出医疗资源 不只有健保经费 医疗人员进驻或是预防医疗的成立 都是资源的一部分 不能过度仰赖健保资金分配 资源分配的结果一定是有得有失 那我们以偏向来说 因为我觉得把这两个医区分开来说 以偏向来说 他在医院医疗资源当然不能跟平地比 你如果这样去比一定是比较差 如果需要改善偏向地区的健康情形 我其实要 其他资源的介入是很必要的 目前健保分配到偏向的资源 的确不足 南投县医师工会退出健保行动 可能会造成民众看诊费用 及就医距离增加 但健保署表示会提供 偏向医疗补助项目 也会积极和医师沟通 让全民都有使用健保的权利 记得TW6 新北乌来 桃园复兴采访报导